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东西 然而这个最近我们说到这个佩琪呢 它真的是有大新闻了 那就是这个孩之宝呢 将以40亿美元的价格 大约是283亿人民币 来收购小猪佩琪的母公司 Entertainment One 那收购之后呢 这个E One旗下的小猪佩琪 还有一些系列的像睡衣小英雄啊 瑞奇冲冲冲这样的品牌 就都将被这个孩之宝来收入囊中了 这个社会人小猪佩琪啊 这回是真的被卖了 而且是被卖了40亿美元 可谓是这个史上最贵的猪啊 而这个据了解啊 也是孩之宝有史以来 最大的一笔收购 根据查询公开资料 就可以看到 孩之宝是美国最大的 玩具生产厂商之一 那起初呢 只是做一些铅笔盒啊 这类的一些普通文具啊 在1935年的时候 孩之宝公司 靠大富翁游戏来发迹啊 这个大富翁 也是大家很多人 爱同年的一个记忆点啊 不管是男孩女孩 都可能会玩过这个游戏 那么就靠这个发起之后 它也是逐渐成为了 世界级的玩具公司 那么目前这个孩之宝旗下 是拥有多个知名品牌 就包括小马宝丽啊 变形金刚啊 特种部队啊 星球大战啊等等 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些名字啊 都不感到陌生了 你看这个小马宝丽 然后还有像星球大战 不管男孩女孩 他们可能都知道这些人 对 近年来呢 孩之宝一直是在与这个派拉梦影业 还有迪士尼等电影制作方合作 以促进与电影特许经营权 有关的玩具销售 那根据报道呢 目前孩之宝是拥有了很多个IP的 玩具生产权 而其中就包括有复仇者联盟 这个可能是大人小孩都会去关注的 复仇者联盟的这个玩具 还有开发还有生产 那么在这个被孩之宝收购的E1 是一家加拿大的公司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那个Entertainment One 它就这个旗下有小猪配其等等IP 在全世界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所以孩之宝之所以收购E1 它也是看到了这个E1手中的优质IP 其中最重要的让它感觉到 我愿意出这么大的价钱的 就这只小猪了 这只小猪的魅力可真大呀 看得出来这一次孩之宝之所以 是大举押注这个幼儿娱乐 孩子宝它也是表示说 促使公司进行这一交易的一个 关键驱动力就是Entertainment One 旗下一个面向 业务儿和学龄前的儿童资产 是极为的丰富 并且也是广泛受到了认可 Entertainment One 它产品现实包括小猪一家 这个就是小猪配其了Pepa Pig 还有就是讲述三个小英雄故事的 这个睡衣小英雄 这个在国外 这个非常的流行 它是三个小孩 它白天是一个普通的小孩 到了晚上 他们就会穿上自己的睡衣 然后戴上面具 然后去外面去执行任务 做好事 哦这样的 你果然是一个天天在看动画权的人 他们是有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组成的一个英雄小队伍 除了这个睡衣小英雄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主角是一辆这个红色救援摩托车的这个锐骑冲冲冲 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摩托车版的一个赛车汽车总动员 汽车总动员 但它是一个摩托车 这个取材上面是很喜欢看到一些有这种正能量呀 或者是说有这个任务有mission啊 然后小朋友就会就会受到感染 所以才会那么喜欢 你这说的一点都没错 不过这个任务感它也是分年龄段的 就比如说这个睡衣小英雄啊 还有瑞奇冲冲冲 它这个可能是适合一些三岁四岁以上的一个小孩 因为他们啊这个时候家长是要培养他们的一些正义感 正能量还有这个团队作业的一种精神 所以他们都是一组一组的 对那为什么会是小猪佩奇会这么哄呢 因为他是在三岁以前 幼儿 对幼儿的时期啊 他对于这个因为佩奇没有太多的语言 所以他说的话都会比较简单 然后特别适合小孩来学习语言 然后呢感受到家庭氛围 因为他们是由一家四口所组成的一个温馨的家庭 所以我也看到 所以非常有教育 刚才咱们也说到这个小猪佩奇 它是以一个家庭生活为主 没错 所以小孩是能看得懂的这种 一定能看得懂的 就算他不会说话 他也一定会说 感受到 拍拍拍拍拍拍拍 是的 所以说这如今小猪佩奇啊 真的是你看看这个 通过我们这个伊万小姐姐的解读啊 大家就知道 为什么小猪佩奇这么火 火遍全球 而这也给这个伊万带来了不少的收入 根据这个伊万公布的2018年财报 净收入是为1.98亿英镑 约合2.57亿美元 小猪佩奇呢 真的是成为一个当仁不让的吸金利器啊 是有多少个家庭是为他付出了这个财报上的这个 这个金钱数字呢 所以啊 这个也是坚定了孩子宝收购伊万的一个决心 在收购了伊万之后 孩子宝也是将进一步扩大旗下的品牌 除了这个小猪佩奇以外啊 包括刚刚说到的这个 这个身衣小英雄 瑞吉冲冲冲 这一些等等的这个知名IP啊 也将是来加强孩子宝的版权业务 销售业务的盈利能力 那么根据收购协议 孩子宝是将以每股5.6英镑的价格 通过债务和10亿到12.5亿美元的一个股权融资 来为这一笔交易来融资了 所以呢 孩子宝的首席执行官啊 莱恩·戈纳德 他就表示说 小猪佩奇和其他正在开发的品牌 都是可销售有高利润的 那么这些品牌啊 具有显著的盈利的特点 那么此外 预计到2022年两家公司的 年运营利润率将会达到1.3亿美元左右 那收购佩奇之后啊 市场则不禁要问 你看这个孩子宝 是不是他现在想要打入中国了呢 那我们在这边就要跟大家讲一句啊 这个就是 还是就是刚才那句 为什么说小猪佩奇 他很想打入中国啊 因为我们随便问一个家长 都会知道这句著名的台词啊 是的 一开始的时候佩奇会来跟大家讲 大家好 我是佩奇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有没有感觉很熟悉 这是我的妈妈 然后来这是我的爸爸 然后爸爸还要发出一个非常好 好可爱的一个叫声 对对对 所以说呢 真的是可以大家看到这个小猪佩奇 深入人心了 确实是这样的 从2004年5月31号 在英国E1K 这个与发行首播之后啊 这个小猪佩奇是已经在全球180个地区播放 每年是创造了近10亿美元的收入啊 也被是称作史上最赚钱的动画片之一了 2015年小猪佩奇是进入到了中国 在中国播出了4年之后 更是在中国掀起了一波潮流啊 虽然说小猪佩奇是儿童动画 但是有不少的成人也是中了这个小猪佩奇的毒啊 所以说就像刚才我们自己说到的啊 一说台词就全都知道它 那么今天春节有一个名叫啥是佩奇的 宣传片就刷爆了朋友圈呢 表情包恶搞视频各种段子 小猪佩奇在中国走红出很多人的意料 拿下版权的海之宝 自然也不想错过中国这款市场 所以他们总裁呢 在会议中就说 小猪佩奇在中国市场一定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的 这一合作将成为海之宝在中国市场的一个机会 那么海之宝想要借着小猪佩奇 进入中国市场也是大家都能看到的了 但是啊 摆在海之宝之前最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这个版权侵权的问题 小猪佩奇的大货 也让不少的商家是看到了很多的商机 于是啊 这个盗版的周边产品也是纷纷涌现出来 包括什么毛绒玩具啊 食品啊 书啊 服饰啊 等等 由于是没有经过授权 使用的 所以这个版权方也是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事实上啊 小猪佩奇的版权 所有公司也是在做着维权版权的这个工作 其中就包括娱乐一公英国有限公司了 嗯 没错 所以说我们其实很希望小猪佩奇能够来到中国 给大家带来欢乐 给很多我们的少年儿童啊 带来这个快乐的回忆 但是呢 版权方面也是要非常注意的 所以期待小猪佩奇在将来的中国市场上 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好的 这一时段的财经世界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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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见